歡迎大家回到開瓶器 今天會開啟甚麼呢 每拍一下會變色 今天會開這個 是一個手機的充電器 它是一個碳纖氧的充電器 這個叫 Liqor 之前我們用的很多電 之前推出電筒的電 1650 電 都是這間廠出的 所以它現在推出的電筒 都十分之小和十分之輕 它已經有一萬元 它表面是一個碳纖 好像說那是真的碳纖 另外它還有一個 Liqor 沒有人看的說明書 另外還有一條線 是一個Type-C的充電線 應該是如果充電的時候 直接用Type-C 就會快一點充滿 如果一萬元 大概應該充到iPhone 3 次左右 你戴著一塊兩天 都應該沒問題 其實它有兩個接口 一個是USB Type-C 過來充電進去 另一個就是USB 平時你就可以插回USB 然後插電話就充電了 剛好有電話在這裡 我們就可以充電了 可不可以拿充電線給我嗎 好 但我沒有充電線 好 又有充電線了 有電話有充電線 我們就試試插進去 按按鈕 它就在充電了 我個人的感覺 這個充電器就很薄 以及已經到一個沒有帶充電器出外 會有一個緊張和徬徨的感覺 如果一個這麼薄的充電器 它有10,000mAh 裡面 都是一個比較安心的選擇 這個充電器大概 如果有四個水 你覺得它不太貴嗎 有一點貴嗎 有一點貴 但如果它這麼薄 以及有碳纖的樣子 拿出來也很帥 而且它的尺寸是小於一部iPhone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我覺得都不錯 現在我應該都會轉了 這個充電器每天隨身在袋子上 好 再次多謝你們收看開評器 記得分享這條影片給你 你身邊經常電話沒有電的朋友 另外就是 你如果帶我們的手機 去到Artboard 買 有條iPhone 線送的 記得帶我們手機 不過可能不帶我們手機也有得送 Anyway 你去那裡買吧